周二 日本学者远藤玉在美国国家记者俱乐部介绍他的新书《毛泽东勾结日军的真相》 书中披露 抗战期间毛泽东曾通过潘汉年和日本间谍机构严谨公管接触 要求停火 并向日本出卖国军情报 以达到自我壮大的目的 通过日本间谍的回忆录和毛泽东年谱记录 远藤玉揭示了毛泽东和日军秘密勾结 出卖中华民族的历史真相 历史学家辛浩年认为 书中披露的罪证足以让人们把中共视为抗日战争中的第二个汉奸集团 胡耀邦先生曾经锤着桌子说了一句话 叫做要是让人民知道了我们共产党的历史 人民就要起来推翻我们 与会西方学者也认为 貌似强大的中共内部实际非常脆弱 劫烈的掩盖和歪曲历史就是为了维护中共统治的合法性 学者们也表示 唯有真诚地面对历史 中国才能拥有未来 这是新唐人记者王凯迪 美国首都华盛顿报道 谢谢大家